今天呢带大家体验一下 宇通C535旗舰双拓展车型 那这款车呢 我觉得它很大亮点的 就是内部储物空间非常丰富 总共呢有985升的储物空间 20余处的地方都可以储物 所以非常适合 那行李物品比较多的一家人出行 这款车呢采用的是 EV6.5吨的底盘 那整款车的外观还是这种 C型房车的这种常见的一个外观 布局那也是呢比较的低调的 整个车呢虽然比较高大 但依然是C本就能开的车型 那整个车辆呢 它的长度啊是在5米99的 宽度呢2米53 高度呢3米24啊 也是非常高大的 那车辆呢 它是采用一个3.0T的材料发动机 匹配呢还是8AT的变速箱 所以说呢驾驶起来呢 还是比较轻松的 出来的设施呢 像车阳棚啊 外接电源口啊 还有这个位置呢 有这种啊 加水口以及呢取水口啊 都是比较便利的 在水电方面 那这一侧呢还带有这种啊 翻折板 那后方呢还有这个 可以在车外做饭的这个炉灶啊 可以在车外呢来进行烹饪 这款车呢采用的也是这种啊 贯通式的储物仓啊 内部呢能放置不少的物品 刚才已经说了啊 这款车呢确实啊 存储空间非常的丰富 箱体呢采用啊 铝制骨架加PVC龙骨架 加TMP隔热板 热断桥超强隔热槽 那整车呢是非常的坚固的 驾驶室看起来啊十分有质感 配以多种辅助驾驶功能呢 让第一次接触房车的人啊 也能快速上手 还有空气减震的驾驶座椅呢 能够提供啊 更舒适的驾驶体验感 中国区的家具呢 采用啊胡桃木风格 看起来呢低调奢华 车内静高度啊达到两米 成年人正常行走呢 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驾驶室的正上方呢 配有啊32寸的液晶电视 放下来之后呢 就是一张啊 两米二乘一米三九的一张呢 额头床 基本上啊 睡两个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左右两侧呢 设有一对小窗口 顶部呢是一张大天窗 小朋友应该很喜欢睡在这里啊 这样可以在夜晚的时候 仰望星空了 汇客区空间呢非常宽敞 正向朝前的两张座椅呢 能够啊前后加侧下滑动 并且靠背啊 还可以呢放倒容易休息 内侧呢配有啊 电影家口和USB接口 方便办公或者休闲使用 上方的小车灯呢 至于啊轨道内 可以呢随时移动到需要的地方 也非常的贴心 汇客区后方呢 带有一台啊 142升的清口房车 这种冰箱 可以呢 清除一些啊 日常的新鲜食材 冰箱上方呢 还带有一台微波炉 方便呢 加了一些减餐 厨房区域还配备了 直饮水的水龙头 侧面呢 还配有啊 一个拓展桌板 支起来呢 可以啊增大操作台的面积 同时呢 还配有啊1300瓦的 一个可移动式的电磁炉 可选呢 抽油烟机等厨房设施 上方呢 还内线有一台啊 行车空调 可以呢随时调节车的温度 独立卫生间内 配有赛特福德 旋转马桶和淋浴花洒 满足日常的洗漱需求 后红床的下方呢 装有一台啊 3000克的洗空一体式的洗衣机 方便清洗衣物 打开拓展后呢 车尾床的尺寸啊 是2.21和1.36 配备了45D的高回弹床垫 也能够呢 迅速提升睡眠质量 电力方面 整车标配48伏 300安时的锂垫 相当于呢 有14.4度电 标配795W的太阳能板 基本上啊 每天可以发电2.5度 可支持直流变频 分体式空调 11个小时以上的使用 正常啊 4到5天的用电 是不用有任何担忧的 当然了还可以啊 升级48伏410安时的防车 装用铝电池 和12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 让车内的电量储备啊 更加充足 可以呢 有更长的使用时间 水路方面呢 现在啊 是一台220升的净水箱 和90升的灰水箱 保证2到3天的正常用水 那这款车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啊 它的价格呢 是72.8万元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么一款车 全家人旅行啊 想想还是挺幸福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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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